大家好 今天是9月24日 星期五 今天开市讲故事 不过是未跌 恒生指数跌24点 国企指数跌20点 科技指数跌10点 蓝筹股开市时宅幅上落 汇丰升1.13% 令指数升19点 相反 阿里巴巴跌1.14% 令指数跌22点 恒大仍然未能支付星期四到期的利息 构成违约 股价跌2.6% 银行股下跌 招商银行跌1.45% 跌幅最大的蓝筹 A股开始跌2点 开始之后 港股由跌转升 一度升100几点 最高升到24636点 升126点 但之后又跌下去 阿里巴巴跌1.4% 令指数跌26点 邮邦保险跌1.13% 令指数跌19点 药明生物跌2.1% 令指数跌18点 李宁跌3.78 是跌幅最大的蓝筹 令指数跌17点 但油价上升 中海油升2.37% 中石油升1.85% 跌铁矿石价格大跌 中信跌3.4% 跌幅最大的蓝筹 中国铁货跌3.8% 中国要减排 消耗多股份下跌 港铁股大跌 安港跌2.4% 马港跌3.5% 重港跌3.2.1% 有息金属股也大跌 中铝跌3.8% 落药木月跌1.7% 五矿资源跌3.15% 海根压医疗有股东减持股价大跌9% 上周收市和生市数只跌7点 国企指数跌15点 科技指数跌45点 成交739亿 港股下周早段仍是习幅上落 但到尾段 沽盘增加 因为恒大违约的问题 恒大大幅下挫12% 恒大汽车停止滋身 令股价大跌25% 令到玻璃股也大幅下跌 信义玻璃跌6.5% 中国玻璃跌6.25% 洛阳玻璃跌4.5% 国别股价亦大跌 东岳跌15% 开拓药业跌33% 恒盛博药跌10% 李文化工跌14% 临收市跌幅扩大 主要是权重股下跌 阿里巴巴跌2.4% 令肆市率跌48点 李宁跌6.1% 令肆市率跌26点 友邦跌1.6% 令肆市率跌27点 恒生指数收市跌318点 国际指数跌128点 科技指数跌29点 成价1475亿元 恒大美能支付到期利息拖累港股大幅下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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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